Google不仅用热气球发电 现在还要在海上放风筝了 这由风筝产生的电力 让资料中心能在海上漂浮运作 相较传统风机的运作 风筝发电的材料以及成本 都大幅减少许多 And now Google has put these kites on to the ships to propel the ships The kites produce power And they also pull the ships along with them 透过风筝发电 Google进一步实现漂浮资料中心计划 早在2009年 Google就申请了一项漂浮资料中心专利 要让资料中心在海上漂浮运作 时隔7年 今年5月 Google又申请了另一项专利 打算利用会发电的风筝 替海上资料中心供电 并推动运载资料中心的货船 以达到节能维持运转 The ocean water is circulated through the containers 每架风筝配有8个螺旋桨 当风筝飞上空中后 以绕大圆圈的形式 来推动风力涡轮发电 相较传统风力发电机 空中风力涡轮发电机 所需材料只有传统风机的10% 成本也节省了一半 而且产生的能量 也多出50% 基本上 他们能够向世界的测试中心 向世界各地的测试中心 把测试中心的资料中心 比较近的用户 最终的更好 这就是我的理由 虽然Google这项计划 目前只先申请专利 但是专家大胆推测 不是没有道理 先前Google的热气球发电 已经看到成果 未来风筝发电 会带来哪些新可能 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新唐人亚特电视 李晶晶综合报导